柔妃娘娘开恩哪 小女何罪之有啊 皇上的毒连御医都束手无策 你竟然说清水可以解毒 延误了救治简直是罪无可赦 不砍了它还留着作甚 炎儿 你若是解不了毒 就跟柔妃娘娘磕头认错 娘娘大人有大量 不会怪罪于你的 但是你可不能乱说呀 这可是欺君之罪 皇上乃九五之尊 涉及全家性物 叶炎绝不敢惜 若是庸医砍了便是 但是清水若真能解毒 却被给皇兄喝 那这后果是由柔妃娘娘担吗 毒就是你下的 你还想栽赃嫁祸 柔妃娘娘 叶姑娘说了 清水能解毒 也不会伤及龙铁 现在别无他法何不一事 来人快去徐水 我要亲自为皇上服下 可治不好皇上 我拿你们将军府尝命 皇上 皇上 慢点 皇上 叶炎 皇上为何磕血了 皇兄的血已经由黑转红 这不就说明毒已经解了 叶姑娘果然医术高明 但这父王到底中了什么毒 启禀太子殿下 皇上并非今日中毒 而是早在之前便中了慢性毒药 毒素日积月累 于今日爆发 一派狐言 来人啊 把他给我拖出去 刘妃娘娘 这是要杀人灭口吗 慢着 竟然有人长期给朕下毒 你们能干什么吃的 皇上饶命啊 皇上 臣妾是冤枉的 快起来 朕怎会怀疑爱妃呢 皇上龙体要紧 身上的毒素还需尽快医治 今日的赏灯宴就散了吧 退下吧 且慢 谁也不许走 你也不许走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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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